我是Whissey 今天是忽然間被抓來講這些東西的 那目前我有協助中研院做 經貿博士會議的網務參與這一塊 經貿博士會議大家應該都有聽到過 就是那個不開憲政博士會議 敢開經貿博士會議 然後在講經貿博士會議的時候 政府那邊提出一個網務參與的概念 那這塊還是交給國華會那邊處理 那國華會是原本是應該是來基於提案的 可是現在是由中研院那邊處理 那中研院那邊因為人手不足所以又丟給我 那有人跟我講說我今天可以講一些八卦 我在講可以講一些八卦 一開始 不能錄要先說 沒有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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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暫停 可以暫停 當初那個 這是蔡玉林正委負責的啦 那當初他來找 其實要先找過GDP 然後來找我 然後找國伴 然後要講網路參與這一塊的時候 他們的想法一直是認為說 應該透過網路的參與 鄉民的參與 配出一個所謂的網路代表 那他們一直認為說 網路上那個 共識的行程很重要 那我們聽完之後覺得說 這好像是要把實體的公聽會 把他拉到網路上來做 但基本上他還是一個實體的公聽會 所以說 最後的那個 有點像現在的國師會議一樣 有個 大家 公公決定的意見 或多數的意見 和少數的意見 那 我們聽完這部分之後 就覺得說 其實網路參與 不應該再講這些東西 網路參與 如果說有公式出現的話 它不是靠投票 它是靠大家共同討論 那 如果說討論之後 還沒有公式出現 那問題應該是 我們討論的不夠 而不是說 該 看似誰是多數 誰是少數 當然會永遠會有人吃 會吃 反對或是不願意的 的意見 但是 重點其實就是 公民參與 透過網路 去把它溝通 清晨 那 目前我接 國發會這個 執行的時候 我們其實想法是說 用一些現成的工具就好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今天是北區會議第一次打開嘛 然後一個月後 就是 這樣子 每隔一個禮拜 會有一場 接下來還有三場地區會議 然後是 全國代表大會 那這些會議 每一場都有一百多人參加 每個有三分鐘的時間 可以發演 發演完之後 發演完後會討論 那討論完後會 所謂請著他們的 共識 基本上就是一個公務會的 做法 那在網路上 參與這塊的話 我們希望做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用現成工具 用Lumio 那Lumio的話 目前是 目前參與的人其實不多 目前提出的問題很多 其實已經算多了 那主要是因為有 有兩三位朋友 很積極的在提意見 我點這個好了 縮短公式 那在這邊的話 他就是提出他的一些建議 然後下面會是討論 然後右邊的話就是可以投票 那 在目前我是覺得說 我們可以參考的東西實在是不多了 講經貿國師會議 像講那個 自由經濟示範區 大家可以批評的東西很多 講經貿國師會議的話有些東西 國家政策方面的 的東西 我講太多對不對 你們有時間可以講 我沒事看 好 快點好了 那 目前就是 希望透過Lumio 讓大家可以討論 所以Lumio其實是我們一個 網路上討論的空間而已 那討論的空間其實有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東西是 在目前我們沒辦法做出來的 就是說每個議題的討論 其實需要有一個 出現的引導或是一些 設定一些規則 要不然的話 像這邊的話 提出他的意見 那就要有大家的投票 那另外一邊的話 他就提出他的問題 就是說每個人會有 一個自己想要講的方法 那如果說 那個 好的 例如說辯論的那種 遊戲規則的話 就會很難在裡面 真的形成一個討論 看一個 最後要達到的那種 決議的那種 程序 那目前我的作法是 我針對每個問題 我都把相關法令找出來 把相關法令找出來之後 盡量把議題 拉回來到 現行的 政策 或是程序上 或是法令上來討論 然後再進一步 我們再從這邊 再回過來討論 這個問題 應該可以提出 怎樣的解決方法 或是建議 比如說 我現在是試著把 試著建議一套 遊戲規則 那這遊戲規則 比較偏向說是 也不是我強制來制定 而是說 透過參與和討論 希望能夠共同 玩出一套規則來 因為目前真正能這樣玩 那 因為他們是需要一個 最終 也是希望說 網路上能夠 做一個 多數的意見 或是說 共同的意見 或是說少數的意見 所以最後還是有個投票 那 很抱歉 Rumi有沒辦法做投票 共民主還沒有長出來 然後 所以我們最後的想法是 把這些東西做會成之後 一線做會成之後 可能會丟到不管好溫區 那就要請大家做投票 那做投票的話 他就可能不一定需要參加 第一個你的討論 而是直接從第二 一個投票而已 我真的 至少目前可能就這樣做了 那 所以說 在目前就是說 從現在開始 三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會以每區 每個地方 每個 北南中西 北南中東 市區的結論 和網上的討論 做一個比較好的整合之後 半上面的討論 然後最後再 使用Google討論 做這個結論 結論其實是給他們看的 我們要的其實是 Rumi有上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希望說 Rumi有上這些東西 現在只有這工具 未來可能更好的工具 但是整個程序 我們把它包括一次之後 我們希望說下次 政府有什麼新的政策 要出來的時候 拜託請再玩一次 網路撐這一團 那 就像開放資料一樣 我相信開放是一條 不歸路 公民參與的應該是不歸路 所以通過這個 我們要想說是 不許政府 未來做的政策 都照這樣玩 那 他一個 我一開始就想到過的 一個 維基效應 結果政府做了之後 民間也想做 所以民間也想做 他們說是 反對黨也想做 因為他 產生一個 彼此經濟的效應 那柯P提出所謂的 公民參與 開放政府之後 政府 我不知道政府是因為 太陽花嗎 柯P 至少政府現在想做的 政府想做之後 民進黨想做 民進黨想做之後 民進黨想做之後 不能做得好不好 已經會回過來 又刺激到政府 那這種 就是我希望看到的 一種正面巡述 那他正面巡述之後 或許 我們今天我們就會 真的有開放政府 不需要講到科皮 或許需要 你們要開放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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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